我国上个星期的骨痛热症新增病例 比前一个星期少了三起 这是病例在前一周增加36起之后再次减少 但是受访传染病专家相信 新病例在接下来两个月会不断上升 国人不可以掉以轻心 来看记者李凯言的报道 国家环境局的数据显示 这个月22号到23号的下午三点半 本地新增病例共有36起 而上个星期的新增病例则是达到213起 比起前一周少了三起 虽然如此传染病专家指出 由于接下来两个月的气候适合医文繁殖 也是我国骨痛热症病例的传统高峰期 所以国人仍然应该小心防范 在是骨痛热症的开始 那个高峰期呢 我相信从这一个月已经开始了 接下来6月跟7月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骨痛热症 因为下雨的话呢 只有积水 我们只有地方繁殖 天气热的话生命周期越短 所以蚊子发生得更快 专家也强调 今年因为出现了我国首起 子卡病毒病例 所以和往年相比 国人更应该提高警惕 我国今年总共出现了7968起骨痛热症病例 死亡病例有四个 我国人都会看到了9月1个 人都会发生了7月1个 我国人都会发生了7月1个 我国人都会发生了7月1个 年相比较多了 我国人都会发生了8月3月1个 我国人都会发生了8月1个